那你也要做功德啊 帮助贫穷人放生 供养出家人甚至盖学校 奔着什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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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请收看海淘法师心灵讲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 南无大愿地藏王菩萨 诸尊菩萨摩赫沙 一心齐勤 护法善神 此地区 土地龙神 加持法会 同享功德 一心顶礼 本寺庙 本寺庙 創创办人 喜成老和尚 光临法会 不退 加持我等 不退 不退 好 请放掌 首先 感谢我们 红儒大和尚 还有我们维贤法师 所有法师的慈悲 今天 一切都要感谢我们 喜成老和尚 受祭这个地方 200亩 然后呢 老和尚的慈悲 永远在加持这边 他希望我们每个人 每个人来到这个地方 那你就 没有烦恼 忘了生病 这边可以 让我们亲近佛陀 听闻佛法 亲近法师 所以 原来生命可以这么快乐 因为 有肉体 这个肉体有不方便的地方 但是好好利用这个肉体修行 他想要牺牲法师 和尚这样 现在 自由自在 来去自如 各位来他就来 各位没来他就去极乐世界 要来来去去 所以 修行就要如此了 就像台湾有位老和尚叫 广卿老法师 他要你命中他讲了一句话 他讲的是福建话 没来没去 没来没去 本来就不生不灭 所以呢 世间一切都是随缘的 幻化的 最主要是 一个愿力 慈悲吧 愿力 所以 老和尚大慈大悲 发了这个愿 然后 三宝加慈 能够有一个 这么庄严的地方 那么 可以让我们 特别是这一代 下一代 在 美国纽约 将来一定会有一个 念一下 庙觉山 护国寺 慈悲大道场 慈悲大道场 那我们来这边 庙觉 那就是 成佛了 而且 成佛 目的 保护整个世界 保护国家 那我想 这是一个 悲愿 所以 我们 大家能够 参与 这个功德 来 护持 来 参加法会 这是 我们大家的 一个 素食的 因缘 又有 我们 红卢法师 带了很多很多的法师 不过 刚刚 维贤法师还跟我讲 人还是不够 所以各位 那你就干脆搬来这边 那就是 中国人 呢 上路 有 作为 来 这种 主要 那是 那个 他说 那是 有 一 有 有人喜欢念佛 有人喜欢诵经 有人喜欢拜颤 有些人喜欢闭关 都可以 那这样就像一个大的 各种类型的道场一样 然后让这些忙忙碌碌的 终于可以找到自己 所以念下来 苦海无边 回头是岸 阿弥陀佛天天可以讲 回来吧 不要再流浪了 你跟佛说 还没有我儿子 还没长大 所以每个人都有时间的 放不下 执着 那就是生命的痛苦 当然放下不是放弃 说我死了 不是这个意思 修行是在你内心里面放下 所以虽然你身体在生病 那是身体的事情 不是我心里面的事情 那你就 这个叫空性 空性就是身体不是我的 金钱不是我的 家庭也不是我的 所以儿女也不是我的 他有他的因缘 这样就好了 我们利用这个因缘 负起我们该负的责任就好了 但是不要去执着 所以各位要养成那个习惯 什么叫痛苦 你儿子生病 所以你就觉得你很痛苦 那你就很执着 你就会痛苦 那你的执着的痛苦也帮不了他 反而事情越来越糟糕 儿子生病 那我们带他去找医生 你到了医院才知道说 几百个小孩都会生病 也不是光我儿子 所以呢 到了医院 你要是佛 你要是咒 希望所有医院的小朋友 都能够健康 跟我儿子一样 那你这样 放下就 放下你念咒的时候 念佛反而很认真 但是你执着心情不好 反而呢 帮助不了你儿子 而且更伤害他 因为你的念头乱了 很重要 所以各位 越是痛苦的地方 越一定要心里很平静 但是只有一个慈悲心 去帮助他 这个就是佛教的方法 就像做个不好的比喻好了 有些男人很喜欢赌博打麻将 你要是很在乎输赢 你保证输的 但是你认为说 那个打麻将 哎呀 那个钱是假的 就像一个老板说 输了老板出 赢了你拿回家 那你怎么打赢 因为你放下了 那你很在乎 你就很痛苦 当然佛陀叫我们在乎什么 来 在乎众生 在乎三宝 这样你就超越了 所以我想你儿子生病了 但是你为他点灯 放生 诵经 回向所有小朋友都健康 那你儿子功德更大 这个是佛教的方法 地藏王菩萨 为什么可以超度他的妈妈呢 因为他妈妈生病 乃至下地狱 但是他为他的妈妈发愿 对不对 我愿度尽六道众生 为我母亲发愿 愿六道众生都成佛 我才成佛 结果他妈妈也没超度了 就这样超度了 这个就是佛教的方法 所以当然各位都很关心 很关心 到底我们往生的父母 有没有超度 生病的老人 怎么样可以赶快好 所以甚至有 今天有几位女菩萨问我说 师父 堕胎胎儿 怎么登记 那我想 我今天要跟各位谈谈这个 好不好 这个很重要 因为我们佛教讲慈悲心 菩提心 最主要是来自于对父母的报恩心 如果我们不懂得孝顺父母 然后说我们去孝顺众生 那就骗人了 所以地藏本愿经 要我们从自己的父母孝顺 然后懂得孝顺自己的父母 再了解佛教的轮回 原来念一下 所有众生 接我父母 在轮回的过程里面 好像所有的众生都跟我们有缘 这个叫空性 各位要有这个了解 就像任何一个人活在这个世间 百千万劫的轮回 那所有的世界都在帮助你 因为离开太阳 离开空气 离开水 离开人 离开任何一个住院 我们生命都没办法存在 所以在百千万劫的轮回 我们就有百千万亿的爸爸妈妈 乃至医生护士在帮我们忙 那这些都是我们感恩的对象 所以佛教就从这边来 念一下来 知恩 念恩 报恩 我们要知道所有的生命 都是像我们父母一样帮助我们 所以我们要念的所有众生 对我们的恩 那如何让所有众生都离苦得乐 要报恩 那报恩的方法 怎么报恩 来 让众生皆快乐 要有这种慈心的证悟 就是说活得的目的就是要让所有众生快乐 就像我们做子女的都会讲 我活得就是要让爸爸妈妈快乐 这是天经地义自然的事情 各位要有这种开悟 所谓开悟 悟就是你的本性叫开悟 很自然的 我对爸爸妈妈孝顺 那是我天经地义自然要去做的 一点勉强都不需要 这个叫慈心的证悟 那有这个慈心的证悟 那再来就要生起了悲心的启发 那更要让所有的爸爸妈妈众生 都一点痛苦都没有 各位一定要体悟到众生的痛苦 你爱你的儿女 他一点点感冒你就会心里很痛 这个叫悲心的证悟 悲心的感受 那这一点是我们要去培养的 不然有时候我们对这个人很好 对那个人就不好 我看到他就讨厌 那就代表你没有悲心 悲心是你再伤害我 对我不好 我都只想到你的苦 这样而已 也没有一个我在被你欺负 各位要这个叫修行 修行不是我很会看经 我很会念经 心里很讨厌某一个人 或是不喜欢那些野生动物 或是不喜欢某一件事情 都不行 特别各位在我们美国 它是多元民主 我们是华人 这边有福州人 有广东人 对不对 我是台湾人 管他呢 反正通通都是人 都是你要爱的对象 然后呢 不管是华人 美国人 白人 黑人 不分宗教的 那你要练习去爱对方 我发觉纽约有这个好处 人很多啊 走来走去啊 一大堆人啊 所以那你要坐在街上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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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不完 这个叫修行 这个叫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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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说我要你成佛 我爱你成佛 因为我爱你 我要对你报恩 所以每一个人都是我念佛的对象 我讲这个很简单 做得很困难 做得很困难 当你的先生 外面有小生的时候 没有我爱你 那时候我恨你 连那个小生都坐来打一顿 更恨你 那时候你叫破功了 那你家里拜佛像 怎么会拜成这个样子呢 所以后面这一尊弥勒菩萨 他有一个特点 来 生平等心 成喜悦相 所以弥勒菩萨对他来说 所有众生都是他心中的父母 跟未来佛教 生平等心 所以我们佛教里面坚持吃素 也是弥勒菩萨 弥勒菩萨说 如果我成佛 第一条戒律 就是制定不得吃肉 所以弥勒菩萨成佛的世界 人跟动物是平等的在一起 人不会杀动物 动物也不会杀人 大动物也不会吃小动物 所以弥勒菩萨因为这种 绝对的平等心 所以他的世界 请问人会不会生病 没有人生病 每个人都活到八万四千岁 然后弥勒菩萨的世界 请问有没有意愿 没有意愿 为什么 因为以这个平等心 来对待所有生命 所以没有人会生病 因为没有人杀生 没有人吃肉 大家都用着很少的贪嗔痴 虽然有还没有正的空性 但是都是很微小的贪嗔痴 但是每天忙的 我要去参加 念一下龙华三会 弥勒菩萨讲法第一会 多少人参加知道吗 九十六亿个人 现在地球才七十亿个人 讲了三次法会 凡是来参加这三次法会的 最后都跟弥勒菩萨 一样的平等 念一下 体正平等空性 身体平等大悲心 各个都变弥勒菩萨一样了 阿弥陀佛希望我们 大家都做阿弥陀佛 观音菩萨带子 都希望我们大家 做观音菩萨 所以就像我们出家人 每一个出家人以后 没有个人的性了 通通信一个 释迦牟尼佛的事 对不对 通通理光头 通通穿一样的 你会觉得佛教有这个特别 你有分别 有比较 那就是痛苦 你如何达到 整个世界 没有分别 没有比较 那你才有 生命真正的快乐 所以 各位看到弥勒菩萨 所以弥勒菩萨也说 当你心情不好的时候 赶快看他的脸 而且弥勒菩萨又牺牲色相 故意吃着肥肥胖胖的 让你看到他 可不可爱 大家来比胖的 哎呦 这个胖不好看 现在很重身材 但是弥勒菩萨就要弄这样子的 可爱 平等 快乐的相貌 就像我们台湾有一位 也在缅甸住过的 慈航老法师 慈航菩萨 他就是吃着胖胖的 所以 后来他肉身不坏 现在还在台湾 只要给众生快乐 一切都好 这个快乐不是欲望 今天我很有钱 你很穷 那哪有给众生快乐 让众生很自卑 对不对 今天我长得很白 你那么黑 黑的看到你白了 他心里也难过 但是弥勒菩萨 他就说 他用这个平等心来修行 希望他将来成佛以后 所有的众生都平等 都和平相处 都在快乐 所以 当然有很多祖师都发愿 来 将来往生 弥勒净土 就是天上的兜率 第四成天兜率 当然弥勒菩萨最大的功德 在于 因地还没有成佛 就发这个愿 我灵河 挖我的眼睛 喝我的骨髓 我也不要去吃众生的肉 凡是吃众生的肉 必须会堕落恶道 愿我将来成佛的世界 没有人会杀身吃肉 成为一个快乐 平等 没有恐怖的世界 老实说 海水里面 大鱼吃小鱼 现在在外面 那些大动物吃小动物 老鹰会吃小老鼠 这个世界就是这样 一直在 你伤害我 我伤害你 竞争 因为有竞争就有斗争 有斗争就有战争 这就是这个社会 所以很多人说 师父我们在纽约很忙的 忙的赚钱 忙东忙西 所以事实上 这些忙 有时候是没有那么必要 所以这个不过是一种 一种私心比较多 但是各位 如果你要有福报 就不用忙 没有福报 忙了老半天也没钱 有福报的人 脚都会踢到黄金 相不相信 本来就是如此 为什么有人投下来 叫富二代 富二代 人家上辈子修的 就像你长得漂亮 这跟你化不化妆 没关系 你上辈子修的 修忍辱多贡花 那就是漂亮 你这辈子出生的家庭 很有钱 随便去上个班 你就赚很多钱 碰到很好的老板 那是娶个老婆 都迟到有钱的 加个老公 人家有钱的 那这个叫因缘果报 这也是修来的 所以我不是叫各位 不要工作 你要去先修福报 福报修了 那你做什么就顺利 所以佛教里面 给我们讲 这个世间的福报 有三种 一定要去修 第一个 感恩的福田 所以我们对父母 祖先要感恩 要孝顺 第二个来 尊敬的福田 我们对佛法身三宝 对这些伟大的人 我们要尊敬 第三种福田 让你很有福报 来 慈悲的福田 那各位要多去帮助老人 穷人 所以我们在外面 正在做个烟供 各位以后 不管走到哪里 这么多草 撒一点点米 撒一点点给坚果 那些无形众生可以吃 有形众生的 鸟 兔子 一些松鼠 太多太多了 特别冬天到了 没什么东西吃 对不对 所以我发现 我去欧洲 美国有些地区也不错 他们会在树下挂着 那个给鸟吃的 那个喂鸟气 对不对 这个很慈悲的 这叫慈悲的福田 所以早上我们供养福 大家要做供养 然后今天大家 又买这么多食物 来供养三宝 再念一下 尊敬的福田 然后我们又买了很多食物 各位要来拜祖先 也要做布施 回向给众生 念一下 感恩的福田 慈悲的福田 八大福田 悲田第一 佛讲说 佛法生三宝 师父父母 这个都是大福田 但是最后一个 八大福田里面 第一福田叫悲田 就是那些可怜的众生 所以我每次来都要教各位 私食 就是希望各位 反正每天在门口 或是在你的后花园 撒一点点蜜 放一点水 甚至你念佛 当然也要加持自己 更要回向父母主线 更重要的 要念给众生听 所以人家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那他们不会念佛 我替他们念佛 我念佛的功德 回向给白人 黑人 黄种人 回向给六道众生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这个叫悲心念佛 这个也是一种福田 所以念佛 让佛感高兴 叫尊敬的福田 念佛愿父母健康 往生者超度 那这个是一个 感恩的福田 念佛的时候 回向六道众生 所有被流产胎额 乃至现在各位报纸上 看到的 这些车祸战争 往生者 这个叫慈悲的福田 所以你同样念佛 那你用个心不一样 所以功德力就不一样 那希望大家有这个空性 空不是没有 空是你跟万事万物都连在一起 跟佛连在一起 跟祖先连在一起 跟美国人连在一起 跟众生连在一起 世界上任何地方 发生的任何一件事情 都是我的责任 都跟我有关系 所以我要来念佛 重点是那个心态 而不是说念佛好 诵经好 持咒好 哪一部经好 哪一部经好 不是那个意思 每一部经 它就希望我们达到这种 归一三宝的心 念一下 归佛的菩提心 归法的空性 归身的平等大悲心 这个就是极乐世界的心 极乐世界的心 为什么极乐 念佛 念法 念身 极乐世界不会念老公 念儿子 念女儿 念股票 念身材 它没有在念这个的 所以它叫极乐世界 那为什么各位很苦呢 师父 什么事 我儿子要考试了 你又苦了 师父 我头很痛 我知道 那很少人说 师父 阿弥陀佛怎么念 那我就很高兴 每一个问的都是世间的苦 所以让我们觉得 好在我出家 没有儿子 没有老婆 没有金钱 那个身体奉献给三宝 病你的 我做我的 他就不病 因为你越在乎他 他越病给你看 了解吗 你用这个身体来拜佛 做义工 这个身体不找你麻烦 但是无论如何 在健康的身体 都会老的 都会病的 最后都会走的 所以刚刚我们 大和尚带我到楼下 那个地藏殿 我特别去拜洗尘长老 哇 里面是纳古塔 各位提早定位吧 你总要来的 所以提早定位 我要便宜一点 意思是说 人总要想说 我最后就是要死的 对不对 那我这辈子 到底努力的目的在哪里 所以我想我们努力 当然负起家庭的责任 但是不要执着 让父母健康 往生以后去净土 让儿女健康 好好读书 懂得信因果将来会念佛 请问女儿念佛重要 还是结婚重要 你应该说两个都重要 你不能偏一边 希望她会念佛 念佛就找到好老公 对不对 因为现实生活是如此的 所以如果你不念佛 那你找到好老公也没用 最后也是苦 对不对 如果你不念佛 再有钱 那反而让你造恶业 如果你懂了佛法 那你有金钱 那你就懂了 那我来护持庙觉山盖寺庙 那这样赚钱很有意义 我去帮助老人院 所以我们赚钱的动力 那你要赚钱变成有意义 佛教指示告诉我们 不执着 但是你努力赚钱可以 但是不执着 赚了这个钱 我要来孝顺父母 我要来照顾家庭 如果按照佛经 释迦牟尼佛有规定 假设你有十万块的财产 你最好分成四份 第一份四分之一 那你要拿来照顾家庭 包括父母 儿女 那四分之一拿来投资 投资做生意买股票 随便你 因为你倒了还有四分之三 但是你不能超过四分之一 四分之一呢 拿来家庭开销 你可以度假 买衣服 shopping 那四分之一呢 那你可以存下来 所以意思是说 那四分之一 要拿去做贡献 刚刚讲的 对社会贡献也可以 然后四分之一享受 四分之一照顾家庭 等等 那当然佛陀这样讲 都有它绝对的道理 那各位如果 当然怎么样使用金钱 赚钱要有什么心态 这个都是佛经要说的 那我想今天因为时间不长 不过我很希望各位 一定要看书 因为很多佛教的书 佛教徒的生活 应该如何安排 佛教徒弓养诸佛 那什么叫发菩提心呢 那为什么要发菩提心呢 因为众生很苦 所以菩提心 以平等大悲心做基本 我们要为地狱到供养 为恶鬼到供养 为所有动物到供养 因为他们不会供养 我们来替他供养 所以要有这个大悲心 为他们来供养诸佛 然后希望来当愿众生 同臣佛道 那因为这些众生 都是我们的爸爸妈妈 所以我很喜欢念父母众生 父母等于众生 众生等于父母 我们发菩提心 是以这个大悲心 孝顺的大悲心 然后希望所有众生 都能够成佛 而替他们供养 而不是你在供养 这个叫无我的空性 念一下 众生就是我 众生念佛 佛念什么 佛念众生 所以各位 每一个佛想的是我们 一切轮回的众生 所以我们发菩提心的人 要想的所有的众生 都是我心中的众生 所以整个地球 整个法界 整个地狱道 都是我心中的最爱 没有执着 你如果心中只放一个人 两个人 那叫执着 那各位要经常练习 把这个执着改变 另外一种方法 你很爱你儿子 那可以 那你要把所有众生 当做你的儿子平等 那也可以 佛陀说这样也可以 你也孝顺你父母 那你把所有众生 都是你心中的父母众生 那这样也可以 这样你就超越执着 那你就不会痛苦 那不会痛苦 你才有圆满的力量 来圆满菩提心 所以各位来 有本子的人 打开第四页 或是两个人看一本都可以 两个人看一本 如果可以就两个人看一本 大家都看到 然后呢大家都念出来 这个嘴巴 如果经常来 念一下 称赞如来 身体拜佛 嘴巴称赞佛 念佛诵经慈重 然后呢 来广修供养 做大供养 所以让诸佛菩萨欢喜 让众生离苦 我们自己也累积很大的福报 所以我还是要背一次 各位都听过我讲几百亿次了 一个人拿一千亿美金 在这个世界造桥铺路盖医院 福报很大 但是这些福报 不如一个人拿一杯水 一次香供养佛陀的功德 为什么 无上福田 每一个佛的无上福田 所以世间的不思不如佛前的一点点供养 所以我们要把这样子的福报 而且你供养的时候用菩提心供养 我今天供养 希望 念一下 一定要成佛 上品极乐世界 成就佛道 你要发这个愿 而且这个愿还不够 当愿众生 同发菩提 同成佛道 那又是悲心 自己要成佛 也让众生 然后用这种大心来做供养 然后请翻到第四页 香 那么代表戒律 代表鼻子清净 代表多文妙法等等 所以有一个国家叫 就叫香的世界 佛陀说 只要你用香 以及最好的香 去供养这个佛 将来你就可以投到这个 清净香的佛的世界 而且透过这个香 最好的香 让他们众生 念一下 闻及解脱 替他们供养 又让他们闻到味道 所以光供养一个香 就可以开发众生的佛性 我们供养诸佛菩萨 最后的目的 是要能够像佛一样的服务众生 就叫供养 因为我们对佛有信心 对佛有信心 就是希望将来 要不要成佛 要 我就是为了要成佛 所以我才要学佛 供养佛 各位要有这个信心 我们为什么要念佛 我将来可以成就 阿弥陀佛的果位 因为阿弥陀佛有佛性 我也有佛性 透过念佛 我往生净土 将来我就可以圆满我的佛性 要有这个想法 所以要有这种承担佛的责任 而且等一下大家念 念大声一点好不好 我们一样要敲法器 敲木鱼 哭哭哭 念一下 断除称慧 海鲜水产 鱼虾螃蟹 当下升天 敲木鱼很重要 所以各位在家里可以买一个木鱼 它吃鱼你敲木鱼 帮助 然后呢 敲影庆 断烦恼 发菩提 再来敲骨 断贪心 发大乘菩提心 四肢脚动物 当下超度 这个骨是牛的皮 所以四肢脚的动物超度 所以各位你以前吃肉吃很多 现在你想忏悔 人家赶快问法师 法师你们妙要不要买大骨 大骨小骨都我来买 然后超度 而且我们可以断自私的贪心 发起大大的菩提心 还有再来敲云水板 寺庙要那个扁扁的云水板 会怎么样 再被一次来 尿群升天 饿鬼离苦 所以在缅甸要用栽一点 啪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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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啪 所有狗就会 鬼来了 然后出家人一定会 拿一点点饭菜放外面 对不对 让他们吃 所以这个法器很慈悲的 所有的法器 除了让诸佛欢喜的音乐 但是更重要 超度六道众生 那各位的声音也是法器 所以你在念的时候 那各位慢慢你的声音 就慢慢变成佛的声音 所以要多念佛 读诵经 特别我们护国寺 太好了 你喊到天亮也没人会告你 你好好喊吧 所以那你到市区 要小声一点 憋死了 所以各位 我以前刚出家 是不准我们拿麦克风的 我们念经 说什么 都是用声音 我师父站很远 他说 他有听到才行 而且希望 你要喊到 连地狱都听得见 有从心里面 发出来的声音 不可思议 地狱都听得见 这是训练 所以希望大家 把大声念一念 好不好 念完以后 你都嘴巴骂人 讲是非的恶业 就消除了 不然你怎么消除呢 消除不了 以后你要骂人就不想骂 因为那个 我不想骂这个 嘴巴干净的人 不想有脏的东西进来 因为你已经习惯在念佛诵经持咒 所以大家很认真的供养 然后翁阿翁的时候 再讲一次来 清静 无量 转化 就是供养了变清静 而且一支香变成百千万亿香 而且转化成共香的功德 回向给众生 当愿众生 好 所以各位很重要 你看到你儿子 供养诸佛 你不要说 儿子是我的 那你又痛苦了 我儿子长这么美 供养诸佛 我老公这么帅 供养三宝 好不好 你供养他才不去的 你供养他就要去 那你不供养 更痛苦 意思是说 所有美的 听到别人唱歌很好听 我马上供养诸佛 他的声音拿来念佛更好听 所以眼睛看到了 耳朵听到了 闻到了很香的味道 供养 像各位你在煮菜的时候 味道香不香啊 马上做烟供 那个味道可以供养三宝 那个好吃的味道 可以布施给众生 马上供下施了 那我想我们修菩萨道 这个菩提心 就不离开永远的上供下施 就像我们今天 各位有没有来参加做武功 整个佛教的修行 就在我们十一点到十二点多 供养诸佛 回向消灾 超度拔度 这个是佛教的修行 我们出家人就在忙这个而已 还在忙什么 永远都在上供下施 把自己融入在上供的菩提心 下施的悲心 就忘了自己叫空性 所以各位你在家里 要经常这么做 但是你要经常到寺庙 一直念念念念念到会了 会了以后 教你儿子 教你媳妇 在家里也办法会 全家都会供养 所以都是这样的 台湾有很多家庭 居室都在敲法器的 全家都在供养 像我小时候 我儿子小时候了 我那时候开始学佛了 我儿子负责敲木鱼的 我是打饮庆的 所以这样以后我才有出家的可能 只是我儿子先让我出家 爸爸你先去出家 我等祖母老了 我才去出家 那是因为从小就会敲 我也很喜欢 因为我喜欢唱歌 后来等我懂了佛法 世间的歌我不唱了 我永远唱 炉香战 宝顶战 那多好听 所以如果你觉得 世间的歌比佛法的歌好听 那代表你的心还在污染的状态 请问和尚帅还是你老公帅 观音菩萨美还是太太美 观音菩萨多庄严 又不会生气 所以你要觉得三宝是最圆满的 但是所谓的圆满不是讨厌对方 我如何让我的老公 变成佛陀一样 对不对 我如何让我的太太 变成观音菩萨一样 重点是 你的心把它当作观音菩萨 它就变观音菩萨 而不是去改变它 佛教的方法 就是像我们这样供养一样 像我们刚刚这么认真在供养 诸佛菩萨怪不高兴 很简单 今天晚上你就回去 老公坐好 我开始供养 你就幸福了 我实在太幸福了 我忘了我家里有一尊佛 因为你愿意去供养 还不好了 没用的男人 你好可怜 你活在地狱 佛教的方法 修行很简单 来 横顺众生 横顺众生 你要把众生当作佛一样的 来尊重供养 这样懂不懂 要如此 而不是我看不起你 我喜欢这个 我不喜欢那个 那你心里不公平 所以我想 你很愿意尊敬对方 对方就会变成被尊敬的相 你越批评对方 越讨厌对方 对方就会变成魔鬼的相来召你 来尊敬一切为心召 心清净 老公就清净 众生就清净 心清净 家庭就清净 你每天抱怨 那是你心里有问题 所以各位你一定要归法 归佛就叫归法 佛叫我们如此 你就要如此 像我现在坐在这边 我心里很快乐 因为各位现在脸都像佛 各位现在上供下侍 心里美不美 好庄严 你心中有香 你心中有代表慈悲的花 你心中有智慧的灯 你心中有柔软的土油 你心中有圆满的果 太庄严了 你心中有好吃的食物 所以修行人要内心丰富 这个是一种菩提心 因为你充满了功格 充满了资粮 千万不要内心像沙漠 沙漠还没关系 你的内心像地狱一样 天天抱怨 骂人 所以心里就糟糕了 所以各位 透过上供下施 让你的心活在佛菩萨的欢喜 或者对众生的慈悲 净土的快乐 好不好 所以庙觉山 富国寺 美不美 因为你心很美 你怎么看花草树木都美 因为我们来这个地方 不是来追求欲望 来吃肉 唱歌跳舞 来这边拜佛的 对不对 请问这个大殿美不美 比你家客厅美多了 为什么 因为它有佛法 所以有佛法的地方最美了 最庄严了 所以我希望各位记住这个 这个供养永远在你心里面 所以再背一次 来 香花灯图果 看前面 看前面 香花灯图果 背起来 一直要背起来 眼睛闭起来就看到它 来 茶食宝珠衣 茶食宝珠衣 翁阿红 供养三宝 护法善神 护法善神 以此功德 以此功德 供养喜成长老 上品上身 所有六道轮回众生 离苦得乐 家中父母见属 消灾严寿 富贵自在 同享功德 那各位每天都要这样念 我这个人如果一个人在房间我就念得很大声 人家以为我神经病 因为我很喜欢很真心的念 我不是做给别人看的 因为我私底下就是这样 我在念经的时候 我在打坐的时候 就像现在在说法一样 打坐就在告诉自己佛法 打坐的时候入地藏菩萨横河沙定 为所有众生讲出地藏本愿经 讲出离苦得乐的方法 会打坐的时候心里是丰富的 所以而不是一种单调 枯燥的 所以你要随时保持这种丰富 丰富 好 有福法就有办法 像有太阳 有空气一样 生命电视台的存在 对于这个世间 对痛苦的众生是那么重要 所以希望大家多收看生命电视台 多护持生命电视台 将佛陀的教法 深深地去思维 运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 护持账号1996-5232 1996-5232 护民生命文化基金会 海淘法师红法行程 4月14号星期日 据十月 贤结千佛树圣功德日 善行与恶行成一亿倍 上午八点半 新殿大名讲堂 八观栽戒 护生 点灯 购水 烟贡 即时时超度 联络电话 02-2917-8855 4月15号 日本红法之旅 4月16号星期二 巨石月功德日 善行与恶行成一千倍 日本冲绳 赖长岛 普天天洞穴 普天监工 4月17号星期三 巨石月功德日 善行与恶行成一千倍 日本冲绳 金五观音寺 金规人成绩 4月18号星期四 念贤结千佛 持家处罪一千节 巨石月功德日 善行与恶行成一千倍 日本冲绳 手里成 我执上神功 即冲功 4月19号星期五 念阿弥陀佛 持家处罪两百节 巨石月阿弥陀佛书圣功德日 善行与恶行成一百亿倍 宝生大地 无真人千秋 中路财神 赵元帅圣诞 日本冲绳 摘场玉月 及玉拳洞 4月25号星期四 巨石月 地藏菩萨 殊圣功德日 善行与恶行成一千亿倍 上午10点 日本奈良 开运吉祥 现供法会 下午1点半 恭送普门品 祈福法会 祭佛法开示 4月26号星期五 巨石月功德日 善行与恶行成一千倍 晚上六点半 日本大阪 心灵讲座 讲题 心如莲花 4月27号星期六 念卢舍纳佛 大士至菩萨 持战楚遂一千节 巨石月功德日 善行与恶行成一千倍 天上圣母圣诞 下午2点 日本东京 讲题 因果人生 4月29号星期一 巨石月 莲花生大士殊胜功德日 善行与恶行成一亿倍 上午10点半 日本东京 喜音福县吉祥贡 下午 药师祈福法会 祭佛学讲座 讲题 慈悲的眼睛 4月30号星期二 巨石月功德日 善行与恶行成一千倍 上午9点半 日本东京 八观灾解 祭遇佛绕塔 校午佛学讲座 讲题 愿成佛度众生 敬邀十方大德 踊跃前往参加 阿弥陀佛 生命殿市新殿大明讲堂 举办传授八观灾解 护生 点灯 购水 药拱 即甘露诗诗法会 宫秦海淘法师主法 日期 5月3号星期五 上午8点半 地点 新殿大明讲堂 地址 新北市新殿区 中正路 五十四项 二十八号三楼 连的电话 零二 二九一七 八八五五 零二 二九一七 八八五五 上午7点半 于七张捷运站 一号出口 备有接驳车 生命殿市台中五方讲堂 举办传授八观灾解 护生 点灯 供水 药供 即甘露诗诗法会 宫秦海淘法师主法 日期 5月5号星期日 上午8点半 地点 台中五方讲堂 地址 台中市北区 崇德路一段 631号三楼之一 联络电话 零四 二二三八 九九八七 零四 二二三八 九九八七 任意杀生 显寻短见 刘先生小时候 生活在农村 所以从小就常常 喜欢抓昆虫来玩 甚至经常伤害小动物 你看 我捏了一只小鸟 漂亮吧 这有什么 看我捏了一匹大马 马有什么了不起的 我要捏个 比你们更厉害的大象 啊 毛毛虫 这里怎么会有这么多毛毛虫啊 我们还是换个地方去玩吧 对呀 我们快离开这里吧 哼 我们怎么能让这些毛毛虫吓跑呢 你们等我 看我怎么收拾它们吧 过没多久 刘小弟弟便拿了扫把和火柴 将那些毛毛虫扫在一起 然后再用火活活地把它们烧死 烧死你们这些可恶的毛毛虫 天啊 你怎么能把它们烧死啊 这样很残忍耶 它们是害虫呀 我烧死它们是应该的 有什么好残忍的 刘先生小时候还经常捅蜜蜂的窝 得到蜜蜂的勇后 就一条条活生生地吃掉 认为吃它们很有营养 你们看 我这里有个好东西 哎呀 这不是蜜蜂窝吗 这哪算什么好东西啊 就是嘛 蜜蜂窝有什么好玩的 你们不知道吗 这里面有好吃的东西哦 好吃的东西 是蜜蜂吗 才不是呢 那是什么呢 你赶快说呀 你们看 就是这个 啊 你要生吃蜜蜂的宝宝啊 你不知道呀 这个很有营养的 刘先生印象最深刻的一次 就是有一回 他与朋友们去山上玩时 发现了一条蛇 正往一个洞穴里头钻 啊 有蛇 在哪里 在哪里 你们看 它在那里 哇 这条蛇 可真不小啊 大家 要小心点哦 不要被它咬到了 不就是一条蛇吗 有什么好可怕的 看我怎么把它打死 还想跑 看你往哪里跑 那条蛇 正要抓回洞里的时候 却一不小心 把自己卡在了洞口 年轻的刘先生 便用木棍使劲地打它 然后又将它 从洞口中 拉了出来 哈哈 我看你还往哪里跑 你跑不了了吧 你别打它了 它都快死了 是啊 它太可怜了 你就放过它吧 放过它 那怎么行 村子里 村子里可是有人 会买这条蛇的 我要把它卖掉 就有钱 可以买好吃的东西了 年轻的刘先生 把这条蛇 卖给了村里的人 拿到钱后 便去买了包饼干 回家吃 儿子 你怎么有钱 买饼干吃呢 妈 我今天打死了一条蛇 我把那条蛇卖了 换钱买饼干吃 儿子 你怎么能杀生呢 我告诉过你很多次了 杀生是很大的罪业 它会让你丧失 作为人 应该要有的慈悲心 甚至还会害你 遭到报应的 哪会遭到什么报应啊 妈妈 你又在骗我了 不准吃了 你如果不听我的话 继续伤害那些小生命 妈可真的要处罚你了 年轻时候的刘先生 并没有将母亲的劝告放在心上 他仍常常伤害小动物 例如抓蝌蚪 蚯蚓来喂养鸽子 或是抓蝗虫 蟋蟀将其无马分尸 他还抓小鸟 泥鳅 烹煮来吃 刘先生小时候任意杀生 终于在长大后 杀生的果报开始 一一降临在他的身上 成人后的刘先生 从来就没有开心过 而且经常莫名产生自杀的念头 小刘 你下班了啊 是啊张仪 张仪 小刘看起来好像不太开心啊 还好吧 小刘就这样 一天到晚都摆个脸 我认识他很多年了 从来没见他笑过 跳下去 跳下去吧 跳下去就解脱了 我这是怎么了 难道只有死才能解脱这一切吗 一位学佛多年的邻居 发现刘先生 似乎背负着很重的杀业 于是便来劝导他 多多拜佛并行善 刘先生这才渐渐醒悟 原来自己之所以长期闷闷不乐 莫名的烦恼痛苦 都是因为缺乏对生命的爱 以及过去杀业太重的缘故 原来是这样啊 没想到我小时候 因为好玩而伤害小动物 竟然会是如此严重的杀业 当初我真不该没听我妈的话 我现在每天都生活在煎熬中 一天到晚惶恐不安 就像活在火堆里一样 虽然还没有下地狱 但是生活已经如同是在地狱了 小刘 只要你从现在开始 多多行善积德 放生 互生 弃恶从善 只要善业的力量强大 从身心彻底完全改过 一定就能挽救你的困境 就这样 刘先生开始真诚地忏悔 自己所犯的罪行 经常放生 广行善业 也因为他从心底踏实地 敞扬慈悲 并付诸实践 渐渐地 他的心境竟随之好转起来 不再郁闷 灭佛伤净土 尘佛杜众伤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